耶 羅佳麟爸媽高興歡呼 因為寶貝女兒 成功用一雙大長腿 踢下台灣第二面獎牌 羅佳麟一路過關斬將 雖然不敵美國 無緣金牌 但他不氣餒 銅牌戰對上29歲 擬日好手 羅佳麟發揮身高優勢 最終以10比6擊敗對手 成功踢下銅牌 為台爭光 分開羅佳麟過網戰績 2015年開始在亞洲少年 跆拳道錦標賽獲得銅牌 2016 2018年陸續都在 世界青少年錦標賽奪得金牌 今年首次參加奧運 也成為台灣歷屆挑戰奧運 57公斤量級最年輕的選手 如今再下一程 成功在奧運奪牌 也為羅佳麟跆拳道生涯 再添輝煌戰績 一時至先真的很高興 得到這位奧運的銅牌 所以不知道要說什麼你知道嗎 開心表情完全藏不住 同樣也是跆拳道國手的羅爸爸 對於女兒表現更是讚譽有加 新北市長侯友宜 也特別致電恭喜 你拿國家爭取最高榮 還拿我們新八級爭取 這麼大的榮耀 替你很高興 你覺得很成功 當然是希望能夠 亞運奧運繼續加油 這位19歲的年輕小將 不只為我國踢下第二面獎牌 同時也讓世界知道 台灣跆拳道硬實力 真的不容小覷 記者陳建安 尤濤 台北報導 還有一天 進來